关注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集的视频哦 唐三对自己的声势一直都不了解 迟到后来因为打得太聋才把他爷爷太难认出来 但是唐三虽然知道他的声势 所以当年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 于是唐三就一直想要知道当年的事情 对于唐三这么一个分有天赋的人 易奉执当年拉拢了 所以易奉执投去所帮助他学了当年的真相 在科技华士进行大赛第一次比赛结束后 唐三对人完美的学到寿命 易奉执过来找唐三代去找一个人 这个人能够光出来了解当年的真相 而他就是雪星河 易奉执是老郊心了 他已经是十年的时间了 但是唐三看到雪星河之后 立马就看出来他是个女人 这个人就明明有女儿陷入水了 而他可是无敌的心腹 后来给唐三知道不少的麻烦 这些唐三可被易奉执给害惨了 十年的时间 易奉执之间都看不出他是个女人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次见